第四十二题 甲乙丙三格质量相等的木块在无摩擦力的水平桌面上 各自受不同大小的合力作用进行直线运动 但作用时间皆不相同 三个木块在合力作用期间的速力V与时间T的关系图如右图所示 则甲乙丙三木块受合力大小比甲比以比丙为何 我们晓得受合力大小产生加速度计算公式是F等于MA 因为这一题我们的质量都一样 所以质量不要管它 我们只要看到我们加速度的比值就是我们受力的比值 而加速度的算法就是花多少时间之内有多大的速度变化 我们看到我们的甲计时开始是时间0 然后呢我们的速度也是0 那么结束的时候是4秒速度呢是8 所以算出来了加速的大小是2 而我们的以计时开始的时间是2秒速度是0 那么计时结束的时间是4秒速度也是8 所以呢它的算出来的加速度的大小呢是2分之8也就是4 而我们的丙呢计时开始的时候时间是0速度呢是8 那么计时结束的是1秒速度是4 所以呢算出来呢就是1分之负4 那么这个负号是表示它的方向呢是相反的 它的加速度与速度的方向相反 那对算大小而言并不重要 所以呢我们的夹比以比饼的加速度的大小就是2比4比4 也就是1比2比2 这就是我们的加速度的比值 也就是我们受力大小的比值 因此第四十二题问我们说 则夹一饼三目块受的合力大小比夹比以比饼为何 我们答案选择是A1比2比2